作詞・歌曲 anterior speaking — 編曲 独四床 未安长 烽火影霜 天雪色间夕阳 暗夜暗情迟到日常 眉目痛 试穿风霜 爱荷草 仙震影场 此去情苍茫 几云好伤 风伤 未远驱踏破山 二指跌廊 一心并肩不跌宕 看永远的镜头 扎实人天光 莫怪要添了轻狂 风伤 未远滥险 难万现与魂伤 一起持续对不忘 人依然却散 过日月晚香 带到梦然回首还无恙 不愧是朱一卫左使 不愧是六道堂堂主 可惜啊 就算你们是神仙下凡 也抵不住我的枪林剑鱼 一炷香之内 在附近驻守的所有的雨林位 就会全部赶到 你们有本事在一炷香之内 杀光我们所有的人吗 我能当上六道堂堂主 不光以为这次 还有这个 我告诉你们 佳灵就是害死无毒分部 诸一未中的幕后真凶 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替他们报仇 所以他的命 我们一定会取 现在给你们两条路走 一 留下来 跟他一块儿死 二 你们马上离开这儿 就当今晚从来没来过 否则 就算你们侥幸活下来 明日同样也会被邓辉 当作嘉陵的同党治罪 一派胡言 你们别跟他胡说 我知道你们都追随嘉陵 但从此刻起 我只诸首恶 绝不会再选你们的麻烦 以此为事 以此为事 珊瑚 卢庚 属下在 我仁心自入朱一卫 是不是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是 你们以前加入朱一卫的时候 没得选 但现在 你们可以做选择 你们不要听他的 听到马提升了吗 羽灵卫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你还真是蠢得可以啊 你是不是忘了 现在羽灵卫将军 是谁 常庆老王 人作使的徒弟 在旁边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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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走 回来 走 是师父的印针 侯爷 这儿风景倒是不错 不过看这天气 好像是要下雨了 既然下雨 就会冲走很多东西 是 借 此时三刻 雨林卫得鸣笛事件 至清西河河滩 见诸一卫六男二女横尸 别无痕迹 以内肚而死 是 你又猜对了 果然没死过 伍若 快 虽然我问过很多人 但我还是想 听你親口说一聲 为什么要对朱一卫 整个五毒分部下手 就为了掩盖你 探瓮那三千两斤 不然呢 我还能学陈轨 投靠皇子 我们是女人 入衣卫里的女人 没有明天 我不需要为自己筹谋 所以我要钱 很多很多的钱 我义母 还有玲珑的家人 也是你下令杀的 事到如今 这些还重要吗 重要 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明明同为天下七苦女子 你却为了那点傍身钱 生生卖了四十七条人命 你是被买来的 又不是我们安国人 关你什么事 你能活到今天 还不是踩着别人的尸骨 上来的吗 我今天落在你手里 不过是运气不好 不代表 你就手无辜的 明堂主 你被他迷住了吧 我告诉你 他都是装的 他跟我一样 都是从白雀堆里 摸爬滚打上来的 天天跟在男人的身边虚情假意 不管多很多的事情 他都干过 他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在我心里呢 他以前无论做过什么 都跟你不一样 而且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也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我俩平生一对 凭什么 凭什么你就能遇到这样的男人 而我 我费尽心机向上爬 好容易到了今天的位置 却总是被他们骗 被他们骂 被他们看不起 你遇着吗 圣上认定我是刺杀娘娘的凶手 当真是因为邓辉 我说了 你就能让我痛快地死吗 那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就告诉你 说 把我的石身伪装成 是礼战背叛剑刻 不敌而亡 为什么 他想学神鬼 死后再殉旨 朝廷可以追风 没错 因我而死的 我拿命去偿还 可是我不想 跟其他位中一样 死得无声无息 只变成一个被划掉的符号 我想让我的哥哥知道 我不是他们眼中只会出卖色相的白权 我配得上朝廷的小王 我不会让家族王兄 如果你不答应我 我就要舍此劲 我就要舍此劲 我答应你 以召结皇后置灵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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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谁 忍心啊 忍心 为什么你去救娘娘 娘娘却不肯跟你走 这世上 有谁能让娘娘 心甘情愿赴死呢 你说清楚 是谁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你说清楚 平王 你答应我的事 你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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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死了 药 我的药 你的药呢 你的大血丹 他已经死了 我要知道答案 我一定要知道答案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他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的药 他怎么都是反动的 我黄瓜 他敢骗我 其实你心里 早就已经有答案了 你只是不敢相信而已 否则他为什么离死之前 他不敢说出 那个人的名字 没什么 娘娘的往后 他怎么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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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鱼 如鱼 你 快走 我不走 我不走 不要过来 娘娘 快走 你不是最听我的话吗 我命令你走 我命令你到一个全新的地方 替我继续安乐如意地活着 但是有一句话你要记住 这一生 千万别轻易爱上来着 勉弟 一杯风雪 雪落成灰 谁谈一世聚散 天散如流水 回望满世路滋味 天鸟和归咎亮 余生流水 为共沉醉 谁随一刻担心 心人无畏 谁盼一梦香味 尽为风君来回 任世要下场冬雪 多少年 虽旧心可危 一生无人共唱醉 殿下 时辰到了 该出发了 秦昌 帮我照顾好她 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陛下万安 你皇兄尚在狱中 你倒好 还能笑得出来 陛下圣明 允小王迎回皇兄 兄弟不日即可携手归家 事宜 小王自然心中欢愿 皇某小儿 巧言吝啬 小王是真的开心 如若不是陛下 有好生之德 许小王迎帝而归 小王说不定这辈子 都只能做一个 没有时风的闲散亲王 陛下送小王这颇天的功劳 小王岂有不开心之力 你倒是不计会自己的出身 人固有自知之明 黄金带来了吗 五万黄金陷在宫门外 另外五万两折为银票 等皇兄踏入我吴国国境之时 即刻交纳 还敢跟朕玩这一套 长庆侯 取那五万两黄金 遵旨 那陛下 小王何时能接皇兄出塔 朕目前还有别的事物 过一阵子再说吧 是 北盘南清之事吗 朕之国事 岂能容他人插嘴 殿下 请 陛下 就算不提北盘之事 陛下也不应出尔反尔 收了赎金 还继续激留我活圣上 查出去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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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深知我兄弟二人的性命 其实都在您的掌握之中 但请容小王说完最后一句 说 好 陛下若还图谋他国 送皇兄及小王归吾 才是正途 陛下为何明明在天门关 大胜我国 却又不成胜追击呢 那是因为我杨氏 世俱江南 此次虽然偶拜 但实力仍存 而贵国只是险胜 若继续强攻 只怕是会两败俱伤 现如今我皇兄已成陛下接下之囚 陛下为何没有取他性命 却许小王代金入安熟人 那是因为这一仗也脱干了陛下的国库 陛下希望尽快对更容易夺取的楚国 苍润等州出手 所以您需要我大吾的黄金 来冲坐下一次大战的军饷 可是陛下 黄金虽重 但能忠于帝王之幸福 如今小王入安之室 天下皆知 若不能及时营地归吾 他日升上再战 又有哪一位守将 恳心陛下现成不杀的承诺呢 是也 小王请陛下三思 可你怎么能保证 放你们归吾国 那五万两银票 如数入安国呢 如今 我国乃王兄 担扬王摄政 圣上若归 兄弟真位 吾国避讳内乱分歧 陛下 五万两黄金买我吾国的内乱 值与不值 你比朕想象的要聪明 有意思 有意思 能让陛下展颜 小王已然功德圆满 小王告退 替朕好好送李王出宫 赤燕 另外给永安塔也送一份 安国人动作很快 殿下还没进司仪馆 这桌赤燕便已经送到了 安地这是在暗示我们 我们在安国的一举一动 他都了弱之长 反正刚才故意竭尽所能 把能说的全都说了 宁大人 你觉着安地放我们走的 可能性是几成啊 这个还真不好说 如果我是安地的话 我也不着急做决定 我就先把你们 一留在此一段时间 再看看吾国国内的反应 不过 从他现在的举动来看 想让他放圣上 可能没那么容易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也得着手准备 攻塔救人的计划了 一旦失败 那圣上跟殿下他们 与其相信敌人的善意 自己手中的剑 还是更可靠一些 是 老臣狭隘 殿下自来安独 一日千里 殿下 我还有事 就先告退了 宁大人 杜大人 如意姐还没有醒 远舟哥哥一直担心不已 如意怎么样了 没有外伤 该上的药我都伤过了 但依然高热不退 应该是伤心过度 打击过大 美人的身子骨 较普通人来说都墙上不少 但伤了根本 可是我只会医病 不会疑心 他的身子之前 就说过很多回内伤 而且还因为我 也受过伤 抱歉 那怎么办 头儿 要不我去外头 再多找几个大夫试试 不行 太危险了 刚才寺院里 是不是有参汤 有 不 我跟你一块儿去 好 十三 你帮我去找一些 你疯了吧 听我的 去吧 对 请 不 走吧 好吧 你 好 如意 你快醒醒 阿盈 远路 前召孙朗的门 都在等着你呢 我们还说好 要一起仗见天涯 一起御孝更渡 你说过永远都不跟我分开 你答应我的 如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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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如荫 是 你终于醒了 你怎么这么 你怎么那么傻 在和鲜兽现在没好意思 就这么知道自己 干吗不直接把我放在冰块里 我在冰泉里说过信 说得了的 我就是知道你下过冰泉 所以我受不了 从今以后 我会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的 来 喝汤 来 喝汤 慢点 来 擦下嘴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嘉玲 放心吧 我已经按他的医院都办好了 谢谢 不过 他想要的朝廷追风 可能是得不到了 阿盈今天进了一趟宫里 见了安娣 安娣的态度极为平和 很有可能 邓辉还没将昨晚的事上报 如果你和他一地二楚 你会怎么做 如果我是邓辉的话 我就会说 嘉玲跟北派人勾结 让我刺杀李同光 左室陈轨 也是死与他少 最后呢 多亏我这个邓指挥使指挥得当 香齐 在昨晚又杀于何弹 这样 既可以跟安娣交代 又能借机 再在朱一位中铲除一击 一时二秒 所以 嘉玲最后的信任 也成了抛迎 朝中正是 当真都是这么直录为马 颠倒黑白吗 这也是我 为什么一直想要远离朝堂的原因 你觉得 佳麟的话有几分可惜 我还没告诉你 这几天分堂 汇报了一条宫廷密室 在你出事之前 安帝打宿国室 曾找北盘合作以及买马 皇后知道后立即就要阻止 怒斥这是通敌 安帝强辩武果 颜面大师 威胁再提此事 就要废后 你的意思是 圣上竟然主动和北盘勾结 而娘娘是因为大义 才和圣上反目的 这事我不敢下定论 毕竟只是流言 万一有人以讹传讹呢 但总之 她认定你杀皇后这事 太公安了 仿佛在拼命掩盖 故意找你替罪 我会全部查清楚的 不管是谁害了娘娘 我都不会放过她 这是殿下明日出门拜访所要的礼单 赶紧去准备一下 是 我正要找你 找我 我需要一位让人服下之后精神涣散 急以听从别人指令的药 你能帮我配一些吗 不用配 我有现成的 对不起 殿下指环里进的就是这个 服庸之人的药效过后 多半会不记得 发生过什么 多谢 老钟 如意姐 阿英 远舟哥哥 让他去吧 你不陪着他一起吗 他要处理的是皇室秘心 我们外人不方便参与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等他安全地回来 可是 阿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有的时候不需过问 也是一种尊重 远舟哥哥 有件事 我想找你商量一下 你陪我走一走吧 好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强攻永安塔 还需些时日准备 而且这个计划 必须一击击重 那救回皇兄的希望大吗 不算大 万一 公塔失败 那会折损多少人 以前像这样的任务 我通常都会准备 一半人以上的抚恤金 也就是说 原路 十三哥 老前孙朗他们 可能只会回来一半 殿下 其实这事一旦失败了 最危险的人是你 不过我已经跟如意商量好了 他不方便参与攻打 到时候他会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如果到时候我们都 到时候 你就听他吩咐 他会照顾好你的 这几天 这几天其实我一直都在犹豫一件事情 但是刚才 我终于下定决心了 宁大人 臣子 他 顾命令 永安塔之事 以六道堂众平安为众 其他 也可便衣行事 顾的意思是 皇兄能救救救 救不回来 你就逼他写一份雪人照 回来就好 那天在塔上 我逼不了他 但是你可以 皇兄心胸狭窄 自私无奈 柴明为他而死 他却把还他们清白 当做一场交易 他是一国之君 不得不救 但若救不回来 那便是天意了 我绝不能让大家 再为了他做无畏的牺牲 若有什么后果 自由我交代承担 可这事你难得起吗 丹阳王要是问你个 实质之罪 你敢如何脱身 皇兄回不了孤 皇位自然是丹阳王兄的 那我便算有了从龙之功 他本就得位不正 若是真敢对我如何 只怕 那张龙义也坐不稳 要是真有什么万一 那我便把这身蟒袍一拖 反正他们要抓的是李王 与我这个公主何干 臣谨遵殿下吩咐 我承担他 臣谨遵殿下吩咐 谢谢袁州哥哥 那我先去忙别的事了 我刚买的松子 你不让我送死 当然要谢谢你了 你还不领情啊 请人吃松子 你也不诚心点 拉我上去 抓稳了 怎么哭了 刚才宁头不还夸你来什么 没什么 就是想哭 想你娘了 你怎么知道 猜的 杜大人 还有黄兄 一直都说 我越来越能干了 真不愧是父皇的女儿 可是 我也是我娘的女儿啊 难道就因为她 出生不够显赫 所以就不配被人记得吗 只有袁州哥哥还念着她 而且头还 夸得是殿下你自己 并不因为 你是谁的女儿 对吧 来 没错 你吃的是什么糖啊 老师看你吃 你也给我一口 这是我的药丸 可苦了 这么苦 为什么你还吃得那么开心啊 因为能吃药就说明 我还活着 能活着 当然开心了 不然刚才 为什么我要谢你啊 你怕吗 怕什么 死 当然怕 而且我还有那么多好玩的 好吃的没有经历过 凭什么我就活不成 对吧 不过 我不想让念头儿担心 也不知道 好几次 半夜三更她过来瞧舞 那是一边把脉 一边叹息啊 我不想让她难过 所以我就装作 没心没肺的样子 厉害吧 其实我也怕 其实我也怕 我也怕 万一远州哥哥 救黄熊失败了 安国人会不会会控住我 你们会不会丢下我不管 那我远路的肩膀就借你铐一下吧 你放心好了 你放心好了 我是个短命鬼 没有做你驸马的运气 你快呸 呸呸 大吉丽氏 怎么老说这种丧气话 给你吹手取载 原路 您有喜欢的人吗 有啊 您有喜欢的人吗 您有喜欢的人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湖之间 生死几回 下车为谁 共军独窃无悔 曾并陪缘 高歌春风醉 恰意年事与非 一春心与悲 天爱和红尘春风吹成泪 谁饮一杯风雪 雪落成灰 谁弹一时聚散 天一散如流水 回望满世路滋味 天涯何归酒量 余生流水 未共惩罪 谁遂一刻担心 心人无畏 谁盼一梦香味 只为风君来回 人世要下场冬雪 多少年 虽旧心可畏 一生无人共 唱醉 平地晕国家 只为风君来回